今天想到呂世銘 我真的是很想掐死他 千毒案被害人林女士 首都現身 儘管治療已經一段時間 但傷害無法挽回 我每天早上起來 我的手就是這個樣子 我的神經受到的傷害 它沒有辦法打開 就像爪子一樣 腳上有腳鋾一樣 走路是用拖的 晚上睡覺的時候 腳它會不停的抽搐 林女士說中毒的治療 簡直比癌症化療 還要艱難痛苦 他知道說原來那是毒藥以後 他真的跟我說對不起 他一直跟我說對不起 他覺得他作為先生的 每天拿著毒藥去餵太太 這是什麼事情 不只是他 遷毒指數高達367的 前議長張宏年仍然臥闖不起 我爸現在躺在那邊 我講一句難聽的 我爸跟職務人沒什麼差別 現在躺在那邊 在做復健他生活無法治理 連要起來殺鳥都要人家 都要人家堪 談到父親家人病況 張彥彤氣氛難平 加上他發現 偵查終結之後 38名受害人當中 竟然只有8人 對呂世銘等人提起過失傷害 跟過失重傷害 你沒有出來告他 他就是現在跟你在那邊拖 他拖到刑事追訴期 連看追訴期就快要到了 張彥彤跟李女士的丈夫 呼籲其他被害人一起展出來 如果沒有做到嚴懲的話 未來才是有這不良中醫 會使用違法軍中中藥的 被害人說 律世銘整個過程都推諾 謝責命理案裡威脅被害人 表示自己關係很好 如果提告根本就沒有勝算 毫無悔意他們決心要槓到底 要還給被害人一個公道 有兩天端警程 SNG小組台中採訪報導